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准大家用中国的应用程式 理由就是这些应用程式里面可以烧集印度人的一些资讯 其中就包括抖音和微信 那么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之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马上转发 而且表示赞赏印度人这种行为 当时我们立马就知道美国可能也想这样做 结果他真这样做了 虽然现在结论还没有下来 但是非常明显 抖音你不能这样引认了 不能把你的资讯传到中国去了 但是抖音很多钱 抖音在美国有四千万甚至更多的用户 那么这些用户后面也有很多有势力的人 那么他们进行了很多游说工作 根据最新的消息就要把抖音给肢解 肢解对于抖音来讲未必完全是糟糕的消息 因为他至少抖音在美国还不会被消失 另外就是微信 微信的命运现在还没有最后定 不知道你用不用微信 用不用抖音 抖音绝对不用 无聊 无聊 就两个字就无聊 我想有理智的父母都不会让青春法育期的时候碰到一个玩意 这是啥玩意 这个就中了这个叫什么 叫American Got Talent 那个叫中文叫什么 这是才艺节目 就两三个人在下面评判 小年轻在台上他们的跳舞 跳个舞表演个炸鸡 唱个歌 然后就按灯 那个才艺节目叫什么 我的中文不是太好 我就记得英文叫American Got Talent 英国也搞了一个叫Britain Got Talent 后来中国也买了它那个版权 中国的超声中国的好声音都是这个东西 什么好声音呢 这个反正就是中了这个毒 你小孩缺乏资质 天生平庸 个个都想当明星 个个都想当工资 个个都想自己搞个平台 可能你明镜搞得太成功 有很多人想搞 就扭个腰枝 这个嘴巴就像这个林妙可 唱这个北京奥运会那个时候开幕 唱这个歌不是他唱的是不是 幕后代唱 这个嘴巴一开一合 后面播个什么邓丽君或者什么王妃这个歌 然后扭两下 那个两分钟 来点个赞 来这个打赏 结果他好像夜之间沉迷 首先这个音乐工业就是被这种玩意给飞掉的 第二这个东西会让小孩无心向学 一天到晚在做这种明星梦 然后谁都把自己那段阳相的把它上载 然后全世界就大家互相浏览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天天看这个抖音 看了这个再看那个 然后自己也来一个来个段子 你有多少光阴荒废在这种无聊的这种游戏上 对不对 我这个话我可以说有最大公约数 包括这些老革命 现在进行这么做在朝阳区 拿这个扇子 拿这个做这个猪凳子 在扇的这些老大妈 他们也一定同意 这种玩意你看得惯吗 这以前你要表演唱歌 要跳舞得要正规进艺术学院的 这个叫得意双清 对不对 像什么郭兰英王坤 人家唱个歌是几十年功夫的 对不对 京戏昆雪 这个要正规 要毕业的 是不是 现在你这个东西 投机取巧 而且很多是大出洋响 非常的丑 挖众取宠 就然后就上载 然后就造成这种低端人口 互相取暖 到最后到了今天 我们看到有大明星吗 没有 今天在这个抖音时代 中国能出自己的王妃吗 没有了 能出自己的毛阿民吗 也没了 华人音乐世界还有自己的 还有另外一个郑力军呢 没了 四大天王什么郭富城张学友都快六十了 接班人在哪没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抖音呢是害人的 美国人要把它搞掉 我双手赞成 不要什么自解不自解干脆就给删掉 好至于微信这个很简单 微信本来就是美国人的创意叫WhatsApp 中国把它抄来搞成了自己的微信 结果你自己玩的很火 很火 而且呢又随着这个华为向外输出 但是人家美国的WhatsApp 你让不让人家登陆啊 你不让人家进来啊 要用WhatsApp得要进这个北京上海 美国的这个外资酒店 然后用这个WiFi上了以后偷偷窝窝窝的上 平民散不了啊 那既然是在美国说 现在对的 你不让我进 我也不让你进 这个很公平 是不是 对 对不对 这没话说 其实它不仅是这个问题 主要是微信呢 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是你发表文章 搞了半天 它一删就删掉 事故无成 WhatsApp不会删 WhatsApp不会删 对啊 人家美国的不会删 YouTube也不会删 倒是最近这一两年出问题 是不是 所以呢 现在川普并没有欺负中国 也没有围堵中国 他要求的我觉得很合理 就是对等 对 平等互利 外交原则之一 周恩来留下来的 对 所以这个美国选民都觉得 川大爷很合理啊 是啊 是应该对领等的 凭什么我要让你啊 他这商人当总统 就有这个常识 所以现在没话说 我认为很合理吧 对不对 那你叫 微信主要是还有一个功能 它极极糟糕 就是说 你下载了微信的这个App之后 你的行动的资讯 你 这个明星的资讯 其实全部在它掌握之中 对 所以我很多年 我用了一段时间 你用了吗 我后来就发现不能用 我全部删掉 就删掉了 据说你这个手机上 装过三了以后也不行 那是旧手机 旧手机 新手机都没有下载 没下载 下载的就比较讨厌 是不是 这个也是公开的秘密 对不对 但是您在这个香港 有很多朋友都用微信 我在美国也面对这个问题 说你 你扫一个微信 我说我没有 人家说 有个老外还跟我说 富士卓 国生达大学的教授 他说 你不是中国人 我说是的 我不是中国人 不是就不是 因为中国人美国在用 不是就不是 那不是又怎么样 你既然就这么定义 我不要跟你争辩 不是就不是 这个是什么罪名呢 你这个老外 这是什么逻辑 是不是 能够提出这种问题的老外 都是专专口 都是反讽 什么什么朋友 哎呀我不管你什么反讽 不反讽 我不欣赏这种反讽 我对这个问题你可以说 你对这个问题很敏感 我不管你反腐不反腐 你问的这个我就把你群组 把他给赶出去 算了对不对 老子喜欢不用就不用 关你个屁事 是不是 所以这是愚蠢的 现在这个世界我跟你说 现在这个世界我跟你说 对 眼睛睛的手机啊就是制造大量的低端人口 当然用手机看民进例外 对不对 因为这个有智识的 有智慧的 对不对 都有选择性的 对不对 我们应该有选择性 对不对 这是因为有陶家新生的节目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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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这一集就谢谢陶家新生 那谢谢谢谢 进入新的一集 新的一集我要请教陶家新生是美国对中共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